大家好 歡迎來到DC Fever 頻道 我是Brian 大家看到我手頭上是一部很小的機器 相信大家都會猜到 就是Sony最新的A7C 這部機器聽型號就知道是A7系列的機種 其實我還記得這部機 當初最初全民會推出的時候 其實也有不少人估計它是一部入門級的機種 會不會說功能上和規格上和A73相差一點呢 其實出來了 因為它的名字叫A7C 大家都猜到原來它整體功能和性能 和A73基本上差不多完全一樣 都是擁有一顆2400萬像素的背照式CMOS 光度範圍可以由ISO18上至51200 而且可以擴充到204800 內置五軸防震都可以做到5級的SIPA標準 而對焦區都是有693區 連下速度都是每秒10張 有AE和AF 後面的屏幕都是3吋92萬點 EVF因為機身真的縮小了 所以它也縮小了 假像度沒有下降度 都是236萬點 不過那個放大率就低了一點 就是0.59X 不過看上去的時候 你都會發現其實它是很清晰 很清晰的 如果真的有需要用到EVF的構圖 其實它都可以完全符合到大家的需要 拍片方面都是最高4K 30P 但是這次新增了可以支援到拍片的時候 有人眼的追焦功能 不過有辣有不辣 其實這部機在快門方面 最高快門的速度可以做到4000分1秒 A730是8000分1秒 這個是其中一個分別 另外還有一件事就是 其實這部機的機身 因為它真的細部了很多 所以它只剩下一個ST卡槽 這個ST卡槽支援UX-X2 但是一個卡槽來說 我想對於部分朋友都會很在意 但是也有很多朋友都覺得沒什麼所謂 這個就很過癮了 但有件事我覺得很值得一讚 就是這部機雖然做小了 但是它仍然保留了和A730 用同一顆大容量的NPFZ100的電池 所以這部機無論你用來拍片 其實它的續航力都是差不多耐用的 所以很多時候你一顆電池出去拍一天照片 都完全沒問題 當然最重要就是新機 它的重量和體積都比起A730 就真的減少了很多 它的重量只有509g 它的重量在百分比上輕了超過20% 另外機身方面也做小了 最主要就是沒有機頂的EVF 再配合新出2860的KIT鏡頭 鏡頭的前方大概有三分一的位置 收起的時候可以收入鏡身裡面 所以如果你用一個小的袋子 基本上是整部機連鏡就這樣放進去就可以了 這件東西A730就做不到的 尤其是配合A730的KIT鏡頭的話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說它是一部輕量化的A730 正正因為輕量化了 相信大家最需要了解的 就不是它的規格 而是它的操控上 或者它的外形上的轉變 我現在就和大家細意講一下 首先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就是它的鏡蝦 它的鏡蝦即是說這個橙環 如果以前的所有Full Frame機 其實它整個環都是橙色的 但是這次就是黑色的環 但是中間有條橙邊 其實我覺得蠻型的 但是好像有點失去了這個Sony 一貫的橙環的風格 不過Sony的取向都是形格為主 因為其實那個橙邊 都要見到有條橙色的邊 就不是說好像之前那麼大條 那也OK的 另外這次就有一個橫向的反螢幕 雖然這個橫向的反螢幕 它也是支援到Touch 但是就和之前的A73是一樣的 純粹可以支援到Touch 來選擇對焦點 而這個橫向反螢幕的LCD 我蠻喜歡它 就是它在中間位置 即是前有這個插卡的Touch 就放在中間的位置 因為以往很多機器都是在電池旁 或者在右手手枕位 這個位置 但是這次就去了左邊 這個位置 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擺其他插槽 譬如插任何線 是最容易阻礙到這個 LCD 反開的一個位置 它這次就安排了一個卡槽 擺了那個位置 我覺得這個有幾貼心 因為記憶卡 你真的不需要整天都換 尤其是 我反開那個LCD的時候 即是在拍照片 那一刻你很少可 真的需要去換卡 它高一點的位置 其實就是插咪 它是往前一點的 所以如果你插著外置咪 其實你無論LCD怎麼轉 都是不會頂到的 唯一就是它下方 XMI USB 和它那個耳機的插盒 在下方的蓋子 有機會會頂到那個LCD少許 其實你向上扭的時候 就不覺得 但是你想向下扭 做個高插的時候 它就會有少許頂到 但是只要你翻一點 就已經可以做得到 這個我覺得都算是 很不錯的一個設計 因為它那些蓋子 全部都是脫不住的蓋子 所以我反而覺得很安全 不會說脫開了 不見了 而且它不算很阻礙到螢幕 這個東西我用起來 都會很安心 手柄位置 其實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它本身雖然用了 大一點的電池 但是手柄位置 就像6400用小電池的那部機 令到這個機身 如果你是沒有安裝過鏡頭上去的時候 其實它的總體厚度 比起A6600 就是APS那部 其實都要薄一點 這個損位置 理論上都容易多一點點 雖然那一點也不是真的差很多 但是對於一些 手指比較短的朋友 不是每個人都手指那麼長 這個小一點的手柄 其實就會很差一點 我自己覺得都算是欺負到好處 因為如果太小 又變了一般人都會覺得沒有開 但是我現在 譬如我這個手掌 都算是一個平常偏小一點的手掌 是肉厚一點 但是拿上去的時候 我都覺得都蠻健康的 另外按鍵方面 其實這次拿走了很多按鍵 但是唯一就是拍片按鍵 就搬到前面 膝蓋按鍵的後面 一點點位置 即使你想自拍的時候 你都很容易按到這個按鍵 畢竟這部手掌 也不可以用Touch Screen 去開始拍片 但是呢 在這裡給我一個按鍵 其實我覺得 都算是一個不錯的補償 因為我就算自拍也好 或者我拿去拍別人也好 這個位置都是很遷就手的 另外機身就有三個Dial 這個就像一些A6000系列 比較舊一點 或者Low End一點的型號 沒有了前Dial 但是呢 它又很有趣 有一個獨立的曝光帽上的Dial 還有一個獨立的後轉盤 再加上後面這個十字鍵的轉盤 其實呢 它的轉盤都算是齊的 只不過呢 全部都可能要用手指弓去處理 用起來當然 就不及有齊前後Dial 這麼快就手 但是都算是有齊給你 就不會說 有些機器 即是以前的比較Low End的機種 你可能設定某些功能的時候 你要特意按個按鍵 按去某些模式之後 你才可以用回轉盤 變了你可能想同時調校幾樣東西的時候 例如光圈和快門同時調校的時候 其實今次是可以做到的 就不用特意按多個按鍵 而機身後面 剛才也提及過 按鍵就少了很多 額外的Customer的按鍵 今次只剩下一個 雖然機身上很多按鍵 都可以Customize 功能 但是呢 預設你是最常用 用來改變功能的 只剩下一個按鍵 因為A73 或者A6600 都起碼有三四個 所以這個位置 就有點不一樣 而且它沒有了一個Joystick 變了你要選擇對焦區的時候 就要反開Touch Mode 在這裡按對焦 你想要對焦的位置 會比較方便些 如果不然就要按下 上下左右的位置 其實就不太方便 用回Touch Mode去選擇 就更方便些 另外不可以不說 當然是這支新鏡頭 焦距是28-60mm 光圈就是4-5.6 其實近期其他品牌 都有出類似的鏡頭 就是給大家放到Full Frame機 都可以把鏡頭收到鏡身上 令到它整體計算 尺寸的尺寸是少些 寧願Zoom的配數小一點 以及光圈小一點 最主要都是給大家輕便 其實這支鏡頭 就28-60mm 可能很多用慣24mm開頭的朋友 都會覺得它似乎 好像不夠歪 但是我自己試下 剛才有找Model去拍的時候 叫Model直接拿著自拍 其實28mm都可以夠歪 因為這支鏡頭 尤其是拍4K的時候 因為其實很多其他機 拍4K有個Corp 但是這支鏡頭 就用回6K的Oversambring 放到4K 變成是用盡了28mm 全部闊度 相對來說 其實28mm 即使你拍4K影片 其實都是幾夠歪 當然人總是貪心一點 如果有得再歪一點 我當然會開心一點 不過再說多一點 其實這支鏡頭 如果以同級來說 光圈相對大一點點 你可以想 因為我犧牲4mm 但光圈大一點 我覺得每個人的看法 都不一樣 但是總之我用下的時候 尤其是在自拍的時候 我之前都會想 如果它再歪一點 我自拍就比較方便 但是現在出來 我覺得28mm 都不足夠用 都可以的 最重要的是 這支鏡頭 雖然它是幾便的鏡頭 其實後面都是用金屬孔的 而且你會看到 它的鏡片 全部的設計 或者造工 都是非常之好的 完全不像是一支 很便宜很便宜的切鏡 所以這件事 我又覺得 為它加回一點點分 說真的 即使你想要一支 後備標準Zoom鏡 即是工作用 其實我覺得這支 都是合用的 因為它真的很細枝 因為有時候 很多時候後備機也好 後備鏡頭 或者後備燈也好 全部你都會刻意選擇 一些小小的產品 方便你放進去 袋子也節省一點 也輕便一點 其實這支鏡頭 我都覺得它可以給得到大家 好了 說到這裡 我也有少許試片 給大家看看 現在和大家一起看看 現在和大家看看 這支鏡頭在不同ISO上的表現 因為這支鏡頭 正在使用 跟A731一樣的 2400萬像素 BSI CMOS 其實都可以預期到 其實它的高ISO表現 應該非常之不錯 現在在高光位 剪輯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去到3200 都是非常之美 去到ISO6400 其實暗位 這個比較暗 少許的位 這裡開始看到少許的聲音 但是稍微光一點 位置 都還是非常非常之美 甚至乎 你看到 ISO12800 的時候 是這些 暗少許的位 出到少許的聲音 而這個頁的位置 叫中間 顏色 差不多 其實 都開始 沒有6400 那麼好的 但是 如果你說 要融起來 不是說 要放大100%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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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100% 用的時候 都不是很明顯 如果在光位 看 如果在這個位置 其實 ISO12800 其實 也是非常之不錯 那 我覺得 是意料之外 亦是意料之內 因為 其實 A73 也有相同的表現 但是 我自己覺得 最初 我預計 這部機器 會不會還有少許的東西 剪掉了 但是 現在這樣看 其實是沒有的 相比 差不多 APS機 其實 它的 高ISO表現 其實 都很明顯 好很多 OK 然後 當然 看看暗位 光位 多漂亮 都沒有用 如果暗位 是差的話 一看就看到 3200 這個已經是 超越了 一本APS機 現在 ISO3200 也是 不錯 然後 6400 其實 你看到 這個 稍為中間少少的位置 即是 光度 中間少少的位置 其實 都很細緻 暗位 其實都很結實 反位 可能 某些顏色 例如 紫色 的位置 暗小小的位置 都開始看到 一些聲音 其實 表現 和剛才 高光位 在暗位 看到的 效果 是差不多 但是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說 ISO6400 你張照片 曝光正常 即是 不要說 你張照片 本身是 Lowkey 是正常的 有光有暗的話 其實 整體 你都很難看得到 它 叫做 有個 聲音 但這張 始終它是 比較暗的位置 ISO12800 開始 差一點 但是主要 都是 紫色的位置 你看到 綠色這些 都還不錯 甚至是 光一點點 更加漂亮 ISO25600 其實 顏色都變了 更加明顯 但是 如果你說 要我選擇 如果不是 要放到 100% 看的話 其實我覺得 可以安心用 都在 ISO6400 至 ISO12800 之間 這個高一點點 其實ISO6400 都沒什麼大問題 其實有這個表現 如果正常 即是 我們一般生活 會遇到的光度 其實 ISO6400 都很足夠 除非 你用 很小光圈的鏡頭 或者 如果不是 應該都完全夠 應付 不用擔心 你盡量去盡 用盡 ISO 都可以 這樣 接著 試試它 4K 發射效果 出來 都算幾仔細 然後 就不做防震 因為它 沒有數碼防震 所以 都是差一點點 但是 盡量沒有 好 接著 大家看一下 眼睛追焦 其實 模特兒 都不是動得很快 但是 這個位 光暗差 比較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 都咬著 不放 很正常 如期當中 當然 這部機 其實 人面 和動物 的 追焦 都可以做到 當然 眼睛 都可以做得到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值得提 就是 這部機 雖然沒有了 但 你會看到 可以控制操作區 所謂操作區 就是 當你看著EUF 你可以用Touch Screen 來選擇 對焦的位置 而且 那個區域 是可以讓你選擇的 想看完片 回來 大概都知道 其實 這部機 根本就是一部 A73的縮小版 基本上 你不可以說 它是平價版 或者入門版 根本就是A73 所以 你會發現 定價上 跟A73 都差不多 所以 這方面 似乎 都有些理所當然 我想 對於有些朋友 來說 如果你想要輕便 當然是選擇這部 但 如果你想要 更大 的Vue Founder 都是選擇A73 我想 是Sony 的原意 而不是 真的出一部 便宜版的Full Frame 可以給大家 畢竟 你會見到 就算 不要說Sony 就算其他廠 你會見到 它們最近出的 一些所謂 比較入門的機種 其實 價位 定位 都差不多 即是它不會出一部 真是說 將貨就價 最重要 Full Frame 得來 其他東西都沒有 只有一個便宜 不會出這些機種 給大家 反而就是 都會 跟下面 比較APS 的機種 或者是其他 比較細 的機種 去 有個分隔 讓大家知道 原來 我有要求 要Full Frame 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 不同的選擇 寧願是這樣 今次 這部A7C 擺明是玩Compact 功能 比足大家 但是 鏡頭方面 其實如果你說Sony 的Full Frame 輕便 其實不算 真的很多 反而 都可以想一想 最近的一支 G Master 或者是 G鏡 其實都是玩輕便的 我都很期待 會不會是說 因為 隨著這部機的推出 Sony 接下來都會有一些 其他的 新一些 高階一些 漂亮一些的 Full Frame 的定招 但是有輕便的 給大家選擇 如果是的話 配上這部機 我覺得就更加完美 今天跟大家介紹 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 對這部機 更加有興趣 其實我的同事 也有為大家 做了一些 比較詳細的 測試文章 放在我們 DC Viva 網站 連結我會寫在下面 如果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 在下面的連結 按進去 看看我們 DC Viva 那邊 和大家詳策的文章 今天就是這樣 下次再有新機 新鏡 再和大家玩玩 多謝各位 拜拜 拜拜